海涛仿石心灵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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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功德 念一下九亿倍 所以 人在这个世间 都是一个苦 不分在家出家 因为我们累劫累势 都因为贪嗔痴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只要有这个身体 那都有一个夜报 就像释迦牟尼佛 视线给我们看 他成佛了 他成佛以后 他仍有身体上的 乃至人际上的 乃至家族的 各种的夜报 但是大家要千万记住 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家族 最后全部被杀掉 很惨烈的 三天的大屠杀 可以说杀光光 包括目见人用神通 帮助了五百贵族 因为这道这个夜报来了 把它放到天上 但是依然 五百个贵族一样化为血水 就像他们当初 把那个鱼池 用红色的毒素放下去 那全部的鱼都毒死了 所以 每个人造的业 每个人都要自己承受 这个叫释迦祖灭祖 还好 佛陀成佛了 释迦祖 虔诚 归一三宝 守五戒 这三天之内 虽然被屠杀 却没有反抗 各位看起来 听起来很懦弱 列宏台 列宏台 居然他们有武器 都不反抗 如果不如此 消不了业 所以虽然被杀了 死了 他们以惭愧心 以对释迦摩尼佛的信心 念一下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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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各位在烫戒巴一样 嘴巴念的佛 身体承受了痛 乃是因为发愿而愿意承受痛 乃是从夜报的痛 乃是行菩萨道发愿的痛 反正都要痛 反正都要痛 那个时候我们内心 只能一心一子三宝 念佛 这样就可以小无野障 释迦主升天 所以释迦摩尼佛用他 亲身的生命 视线给我们看 包括佛陀都要三天头痛 那佛的心不痛 那佛的肉体痛 来承受他的 比的鱼 却没有吃也没杀的 比的光一个念头的夜报 那释迦摩尼佛 视线这种生命的过程 让我们去体悟 所以我也曾经到这个湖 去那边参访 我也在那边静坐思维这件事情 那每个人都必须 在这个生命的旅程里面 可能各位大家修行了 甚至我们出家了 但是过去 所有的是非因缘 你都要面对的 但是有时候 你会生起一个情绪 那样呢 对不对 一个不高兴 一个急性 而且的一个贪念 称念 一种傲慢 嫉妒 排斥 那这个时候又造业了 所以各位刚刚在 拜八十八佛 永远 要记住 随缘 随缘 消旧业 因缘来了 要被打了 要被骂了 要被阻碍了 但是 你能够随缘 消旧业 这个才能够还债 而且透过这个 消业的过程来 修自己的惭愧心 不敢再起贪嗔痴了 进一步还要修忍辱 进一步要修悲心 因为我们的痛 才知道别人的痛 而且我们过去造的业 别人可能造的比我们更重 而且这个世间所有的众生 都在受这个业报 甚至还正在努力的造恶业 所以马上要把这个痛 对众生生起大悲心 不然没办法 所以那天有一位有钱的居士 跟我谈一个问题 他努力的赚钱 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的哥哥也不太赚钱 弟弟也不太赚钱 两三个弟弟 他的妈妈呢 就一直跟他说 你这么赚钱 当初也是妈妈给你 这些土地 那你现在做那么大 那你应该分给你哥哥 分给你大弟弟 二弟弟 让大家好做事嘛 兄弟嘛 那心里他当然也不太舒服 他觉得妈妈都偏哥哥 对不对 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缺多少钱 已经有了 只是想要更有 那弟弟有一块土地 然后他的土地是在路旁边 然后弟弟的土地是在路后面 如果他的弟弟要卖土地 人家会买前面的才不买后面的 如果他这块这么贵的土地 连后面那块一起卖 那就没价值了 那是他的妈妈就说 那所以呢 你应该一起跟你弟弟把地卖掉 不然你弟弟那块土地卖不掉 但是如果他光卖前面的土地 他卖高价钱 然后他弟弟那块土地就没价钱 所以他吃亏啊 但是他的妈妈就 他说你不笑啊 你应该 他就觉得很痛苦 他就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要这样 我所有这辈子赚的 为什么我妈妈每次都要这样 然后他也不能不听她话 那各位知道这英国是什么吗 然后我在旁边听啊 占星法师就说了 他说你妈妈是你上辈子的太太 然后呢 你跟他之间有时候又像儿子 又像他老公 跟他讲话也不符 那你这个太太呢 上辈子就对这些儿子很好 父母亲儿女债 一直希望钱给他们 钱给他们 做爸爸的赶快把财产还给他们 那你这个做老公的 在上辈子就想 我这个太太 我赚这么多钱 都要给儿子 都没替我想 那时候他生病死了 他就发育 那我也要投胎做你儿子 结果现在来做他的恶儿子 然后他依然努力赚钱 所以他现在的妈妈 还是要给他要 因为上辈子做人家爸爸欠的债段 还没欠完嘛 所以他呕死了 但是这个理由跟他讲 我说你要相信 他说那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本来就是出家人 再过两年你不出家 你就中风死了 你选择什么 出家人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过去这些都是你的施主 你受人供养 那你不回到出家的路 你还在执着那些财产吗 他说我每天都在忙寺庙的事情 但是忙你还是有家人 你还是有执着 不是真正的放下 当然我讲这个故事 我只要告诉各位 你也讲心甘情愿 要感官 你先生对你好 你太太对你好 你妈妈对你好 你弟弟对你好 这个要心甘情愿 但是往往 一般人不信因果 他就起了称恨 这个称恨就是 他现在高血压的因 心情一不好 然后高血压情绪不好 然后很多病就来了 而且他说 他每次要办法会 就会亏很多钱 然后身体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起心动念 起了称恨心 毫无打悲心 你越起称恨心 越急 虽然不是说 恨别人 但是你一急 你就 然后就骂人 攻人 然后那怎么办 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呢 福报就没有了 积了这么大的福报 受了 过去是受菩萨界的人 都是有发愿 灵舍生命 不起称惠心的 不起千贪心的 虽然你好像在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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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 每天要布施 什么做很多功德 但是这个福报没有 因为你一起称恨心 一起贪欲心 这个道场是我的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叫贪 这样 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各位你现在 当然我经常在听这些问题 我发觉大部分的出家人 都是因为 急 就会心情不好 然后就会脸不好 然后就是 就是这样 对不对 像我也知道 我坐在台上 这样 我现在慢一点来 静静的就 古在理 OK 我还是希望事情做好 但是我不能起心动念 因为这样 虽然你好像认为你动机是对的 我希望把事情 但是你一起心动念 那就 因为你要做菩萨 你本来就不能起真心 你希望事情好 但是你不能有占有欲 不能有主宰欲 所以简单的说 虽然我是 这边是生命电视台 这边是宜兰大卑道场 人家说这是海涛法师做主持 不是做主持 做客人 来看看 笑笑的走 这样就好了 你要保持这个心态 不然你一个人想 这是我的 这是我家 这是我太太 这是我儿子 问题就来了 就来了 因为你又起心动念 那起心动念 马上第一个就是身体不好 贪欲心 贪值了 败肾 肾不好 腰不好 腿不好 所以我天天背给各位听 称称心的人 血压高 心脏不好 那天有个菩萨说 为什么一直鼻子痛 鼻塞 傲慢的 鼻子不好 眼睛出问题 在上面 所以我们这个四大 就像四只蛇一样 对不对 地水是冰的 火风是热的 那起贪的就是地水 来出问题 你起撑的就是火风 来出问题 所以我们身心就调不好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身心的状态 所以状况来了 就千万不能去怪别人 所以你跟你的儿女之间 亲戚朋友之间 所以那天有一位大企业家 他很痛苦 他已经为了 为了接收一个公司 已经被骗了 大概一两亿台币了 他很欧 他很欧 对方还没事在网络一直告他 告他 他说他 他是佛教徒 他尽量忍 不说是众过 但是实在是动没了 然后他只是找律师保护自己 但是对方还在 对方这样骗他这么多钱 还在找他麻烦 所以原因呢 就一句话很简单 上辈子骗人家 那现在人家来要你 毫无道理的来给你要 而且对方明明错 他还要告你 以告你来保护他自己 所以他的总经理就问我说 那是我老板的问题 跟我有关系吗 你上辈子也跟你老板一起在做事 一起骗人家 那现在那怎么办 那你要信英国了 心里不能再嘀嘀咕咕了 也不要想办法讲他不好 对不对 你讲他不好 你看我都知道你在讲他不好 说他骗你 所以那这样对方 你就还没有偿还 那怎么办 哦 帮他做功德 像各位典香啊 还要回向给他 不但回向给他 回向给他的祖先 历代祖先 对他很好 为什么 他祖先得到感应了 他就跟孙儿 说你不要再乱搞了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嘛 所以以前我们禅食法师 说我们红怀孕不收钱 那红怀孕会倒了呢 我说你放心 你对他祖先那么好 我就回向给他 他祖先的祖先 就想办法来帮你 要从佛法的因果慈悲心 得到一个 一个确定的感应 那我们不会退转 一只蚂蚁 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一个念头 都会改变命运的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 很简单 升起大悲心 那个时候贪心称心 于是傲慢都没有了 你忘了悲心 那什么事情都有来了 所以大悲心 掌握佛陀所有的教法 因为有大悲心 才会不离开菩提心 所以各位刚才在 拜八十八佛 就是说 当你要拜佛 忏悔之前 那我们先去意念 那我们的心态 现在是什么状态 那我想各位大家 住在一起 部分在家处下 对方个性急 对方很傲慢 对方很我直 我们大家一看也知道 因为大家都是明眼人 只是各位你应该 接受别人的建议 而且要谦虚 不此下问 不此下问 所以就像一个小朋友 他还跟你讲说 你穿衣服不好看 对不对 就像以前 我有一次去学校演讲 讲完以后 一个小朋友跑来 师父你怎么肚子那么大 我彌陀佛 惭愧 我彌陀佛 因为师父贪吃 没运动 害我上台都说肚子 因为贪就是胖 没办法 我现在乖乖的 不敢吃晚餐 那不吃晚餐 什么零食都不能吃 对不对 信徒 师父 这一碗 阿弥陀佛 过午不时 那因为这个是 然后每天肚子都很饿 每天都很饿 现在一个多月了 每天还是很饿 而且每天看人家 碰碰碰准备 哇 怎么我多贪过 哇 都是好料了 只能流口水 那是这样很好 那你24小时 在对之贪心 对吧 因为你就要对之贪心 贪心不是说 我现在不贪心 我不生气了 你一定要有状态 让你生气 让你贪心 然后你一直在凶 就像各位吃素 本来各位都吃素的 但是不能说 我吃素就算了 哎呦 众生在吃肉 怎么办 动物在被杀 怎么办 就像妈妈在吃肉 你也会生起 很痛苦的心 因为妈妈不要吃肉 因为妈妈羞慈悲心 所以你必须把你的心态 一直维持在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心态 就像现在 点灯 点灯 风来了 这个五灼二四就是风 一直在干扰你 所以你要一直保护这个灯 保护一个钟头 让它不洗掉 就这个意思 而不是灯点了放在那边 那你就没有在修行 修行是你 你必须对这个世界 有这个因果观 有这个出离心 对这个世界有大悲心 而且你要保持好 要保持好 真希望在睡觉的时候 还保持这个正念 念佛 念法 念身 佛法身代表什么 念来世 念净土 念戒律 我现在保持 外以八支 内念 六念 有没有进化 清净身心 念贫穷 念众生苦 所以现在尊贵的上师 忍不切 为我们的祖先 往生者 修仪轨 好感恩 我们在这边 拜八十八佛 下回最好是 上师他们在念 我们就跪向那边 谢谢上师 而愿承担众生苦 愿祖先超度 这样 用我们的心 拉着他们来 来接受这个仪轨的价值 这是真的 所以我昨天 我们前天在板桥 我这两三天就 因为脚不舒服 一下右脚 一下左脚 一下胯骨 一下大腿 一下膝盖 一下小腿 换来换去 然后我右腿 换来换左腿 为什么 因为我这几天 都在跑医院 那去医院 那有缘众生 就会来找你 所以我那天 去医院回来 我就闻到 鼻子怎么 不是我的味道 另外死 往生的病人 在我身上 我心里想 还不错 找对人 找我 那也可以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给你感觉 所以 气就不好 身体不舒服 但是我都尽力 但是昨天 上次任波切 他们帮我修白肚母 那我在台上 我本来想说 他们很慈悲 师父你不要做那个法座 你腿不好 做得很难过 故意给我排着 我说排着就不庄严 还是排法座好了 结果他们 在法座上去 我都没觉得痛 奇怪 坐那么久 而且下来以后 虽然 当然是 一下气不痛算 又下来以后 到今天会 两只腿 什么痛都没有了 所以各位 他们上师在修白肚母仪轨 有没有用 不可思议 除脏 增加几岁 我就不知道了 一定有了 但是除脏 是让我非常感应 我本来又贴那个膏 又贴那个膏 然后二针就 暂性的方法按摩 用进各种方法 排位左边写完 右边都写了 他就觉得奇怪 就是 就是那边 我也知道 这个一定是 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 各位去医院 老师 医院众生很苦 当然你要去 你要怀着悲心 因为悲心是最大的保障 有时候会忘 然后去医院回来了 一出来马上 圆满 回向给他圆满奉送 不然他就跟你回家了 因为这个世间 真是如此 那你就会回答 那师父呢 就不要去 那你不慈悲 只是我跟我哥哥说 这个妈妈 能够提早出院 就出院吧 好一点吧 尽量不要去医院 就不要去 如果吃吃药 打针 如何如何 像我哥哥刚刚问我说 医生说 妈妈可以洗肾 也可以不洗肾吃药 你认为呢 当然不洗肾 因为洗肾 躺在那边 海涛法师的妈妈 因为众生都来找她 所以我妈妈必须 没办法吧 对不对 一定要 因为老实说 像我在修行 像各位在修行 你的冤心在主 也会找你的弱点 找你的妈妈 找你的儿女 这部分出家在家的 这是百分之一百的 因为你在修行 那这些冤心在主 讨债啊 他找你找不到 因为你有护法嘛 对不对 那有时候就会 跟你有缘会碰到 他就找你所担心的 那如果是磨呢 像我这种人就磨很多 因为我们想要 想要去做大事 对不对 想要去利益很多众生 想要最好通通 把他给超度 所以那这些磨就会找你 故意啊 不让你去帮助对方 因为这个磨就是 就是希望这个人得癌症死 你干嘛帮助他 这个人他那么坏 磨就要找 然后你 我们菩萨界有一个 念一下 来 不教悔界 不教悔界就是说 对方错 你知道你不跟他讲 因为你跟他讲 磨会找你 你还是要跟他讲 所以佛教跟道教不一样 我们在道教里面很多人会打坐 有神通的当地 耶 师父你不要去医院 哦 你不要去 帮阿婆 他讲不是错啊 明明有哦 有这些众生啊 有这些障碍啊 但是佛教不行啊 佛教是以悲心为出发点 该你承受了 你还是要承受啊 可以生病可以死 但是不能够离开悲心啊 我为了保护我自己 而不愿意去跟他说 而不愿意把他点开 那我不是违背菩萨界吗 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些 很好心的 会打坐的 会通灵的 海道法师 那个你不要去 那个去对你不好 我说重点是 对他好 对他好不好 好啊 但对你不好 所以菩萨界你要去啊 那我想各位今天 来学大乘佛教 各位刚刚才在拜八十法佛 看你得到什么功德 如果你发悲心一个 承受众生苦的心态 来替他们忏悔 那你符合菩提心 符合菩萨界 因为你受了菩萨界 那你一个 我今天这样忏悔 希望我身体好一点 希望我妈妈好一点 那你还是有福报了 那有人天福报 但是力量小一点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当你用大悲心 愿意去承担众生苦 而来礼拜的时候 那你的人天福报 更多 你帮助你妈妈的力量更大 你消自己业障的力量 更大 因为所在你身上 发生的痛苦啊 都跟你 你有这个业才行 你没这个业 医院里面有一万个 一千个 磨也找不了你 就是因为你跟他之间 有姻缘有业力 所以在同一部车子 在同一个房间 在同一个医院 都有姻缘的 不然你也去不了那边 比如说我妈妈 发大小事情 她讲的就星光医院 这是一定的 我那丈母娘 大小事情国泰医院 她姻缘在那边 所以那边的医生都 我这次我丈母娘 我觉得 哇原来医生都 跟我丈母娘很熟啊 他们都互相叫外号 他说我这次去看 那位年轻的医生 他说我替你妈 手术台都准备好 你赶快去开刀 赶快去开刀 他就要让他开刀 这个是有缘的 叫燕金寨主 开刀主的 不然他开刀 他很不爽 94岁了 干嘛开刀 而且他讲一句话 不开刀 不开刀 那个舌子才会爆掉 那我就问别的医生 他说会嘛 不一定啦 燕金寨有时候会爆掉 爆掉所以他三个子孙就 对 阿嬷 开刀 那他女儿说 不要开刀 对不对 因为女儿是佛教徒嘛 对不对 他认为94岁了 现在打打小眼的 不会痛就好了 干嘛开刀呢 对不对 不需要嘛 那我就问他 开刀会怎么样 他说这个开刀 94岁嘛 可能就会心肺衰竭 可能就会肿 但是不开刀呢 就可能会爆掉 因为他讲最难听的 不然这是医生的责任 那我说 那爆掉会怎么样 他在急救嘛 那开刀呢 心肺衰竭 那心肺衰竭怎样 气切啊 气切 那气切可以多活一两年吗 我心里都滴滴滴 那你来照顾好了 那管那是你家的事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时候啊 真的到了医院 就是任人宰割 对不对 那看你姻缘如何了 你姻缘如何 所以前面那个出家人 他已经中风 医生说 可能七天就会舍爆 开刀可能会好 但是开不好 他就一辈子做植物人 所以那个师父就 就说他不开刀 对不对 他的信徒也说不要开刀 他就准备好好的 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我就看我姜母娘 她的信徒就一直看着我 一直要我去祝念 当然我很高兴 对不对 我就跟他说 你一起来忏悔 然后我就问问占心事 他为什么会这样 师父你跟他讲 他称恨心很强 再来为了寺庙啊 可能要很多钱 贪欲心很强 哦 那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跟他说了 法师 不要生气好吗 他就开始哭了 求好心切 所以称恨心 所以这样 从佛 他就给我点头啊 哭啊 法师就放下吧 因为他自己决定不开刀了 就放下吧 发个愿 跟我忏悔 王熙所造 诸称业 我都这样念 然后就 我帮他念啊 法师寺庙 谁愿呢 有钱没钱 健康重要啊 寺庙再大 结果走了 也没用啊 对不对 因为佛法比较重要啊 所以既然有缘 忘记所造出贪业 还有哭了 就是这两点 因为我知道答案在哪里啊 所以他这两个改变了 然后自己诚心忏悔 我当然我也很认真啊 因为有缘嘛 因为对我妈妈 叫丈母娘 众生都是母亲 众生都是善之士 都有缘的 对我也有缘 因为我也有中风的业啊 事实上我带着他忏悔 也在消我的业障 我自己也警惕自己 随缘啊 凡事随缘 不要有一个贪 贪不见得是钱 我希望这个事情变成 我希望那个 一个主宰欲就是一种贪嘛 对顺境的东西 你喜欢这样 你就希望对方这样 这就是一个贪欲嘛 那逆境呢 我就不高兴 所以会这样 然后你现在掌握顺境 你就会看不起别人 骄傲嘛 厚慢 我对你错 我好你不好 那这些心态很维系 那我想我们修行就 就在为这个来 自尽其意 调伏自心 那我想各位这个就是 看你有没有修行 你愿不愿意 这个不合理的事情 你都能够忍 然后还去生起悲心 就是这个方法 昨天还有一位生意人 他的土地 是很昂贵的 在东区很昂贵的 盖起大楼 他这辈子就发了 他二十年前就跟我讲 讲到现在二十年还没盖好 好 但是他这辈子只要这个盖好 他这辈子都不用烦恼 因为洞区 对不对 好 但是有障碍 十分之六的土地 他都收完了 用尽各种方法 就十分之四 收不回来 就有一个 一个比他有钱的 那个人就不卖给他 那个人如果卖给他 那个人也可以发 但是他就不卖给他 而且还住他隔壁 而且他们两个交情还不错 为这个事情有争执而已 他就为什么说 你为什么不卖 他很凶 因为我们这个施主是女的 对方那个十分之四的土地是男的 那个也没结婚 也没子女 那你留这个干嘛 对不对 他就一直跟骂 一直骂他 你留这个干嘛 两个是有交情的 昨天他在跟我们吃饭 就聊起这个事情 那我就问问占星 为什么 答案在哪里 他是不是要讲吗 那没关系 他坐在那边 请我们吃饭 我们要供养他法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卖不出去 他就说 你要问吗 他说对啊 那个是过去你老公 哪有可能 他不耍 你上辈子就这样 上辈子你就做大生意 每天去外面做生意 把你老公丢在家里 照顾小孩 所以你对不起你老公 你欠他感情 哪有可能 他看不起他 现在跟他讲话 还不是在骂老公 那怎么办解决 那你就对他好一点 我哪有可能给 因为他也离婚了 哪有可能 那是上辈 你现在对他好一点 买个花给他 跟他讲话客气一点 今年过年 叫他去你家吃饭 他无聊 住你隔壁 有啊 他曾经来过 对啊 然后你就对他好一点 然后他就很高兴 你欠他情还情 他欠你财 因为你上辈子在外面 赚钱给他钱 对不对 上辈子你赚钱给他钱 但是你没有陪他 没有做到做太太的责任 各位这个节简不简单啊 但是要二十年的功德 才听得到啊 对不对 不然听不到 因为这个施主对我很好 海盗法师 如果那栋房子卖出去了 我顶楼就留给你 我看你好可怜 我没房子住 因为生命台 台北要有一个点嘛 对不对 租房子有道理 我说你讲了二十年 我等多久了 你讲了二十年 但他对我很照顾 我们电视台一开 他就先送我一部摄影机 然后天天在想 我没钱没钱 会不会没钱这样啊 当然我就偷问 他对我那么好 那谁 师父你妈 我都对了 我都跪了 跟我讲疏忽啊 疏忽啊 他叫我儿子一样 他每天都用命令的口去 疏忽啊 因为他跟我太熟了 从我刚出家 他就认识我 然后就天天在为我想 我到高雄没地方住 他就房子让给我住 这样 每天都在替我想 这不是妈是谁 这是妈福报不够啊 爱生气啊 爱生气啊 所以二十年的节 哦 终于打开了 那他就说 那我过完年才来办 过年前就要办 过年前就对人家好一点 欠人家请 对不对 不然年就不好过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 事实上很多事情是很微小 很微小的一点点事情 你搞了那么久 搞不好死了 这个缘还没欠完 没欠完下辈子又来做夫妻 对不对 然后又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所以我想各位听我这样讲 现在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儿女 都是因为你过去伤害他 或是你对他好 或对他不好 那天有个男生说 他想要出家 他女儿就一直看他在那边哭 我想出家为什么 你哭什么好事啊 然后我说暂性 他女儿为什么哭的那个样子 好像不像女儿 小三啊 小三啊 上辈子的小三 现在做女儿 那大女儿 另外一个小三啊 所以各位 女儿都是爱爸爸来的 这是讲实话的 然后女儿变太太 太太变小三 然后就一直这样 轮轮轮不完 所以你碰到你上辈子的这些姻缘 他还是会用那个口气对你 我会说我那个女儿对我那么凶 那你欠人家 他来给你讨债做你女儿 嫁了老公以后 跟你抢财产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我现在我们修行 就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要保持正念 我们所以达摩主持讲得很好 来抱冤行 随缘行 无所求行 称法行 你只能这样过 我们是来被淘宝的 所以那你要随顺姻缘 你要更新因果 不要要求对方 无所求行 你按照佛法用悲心 没有别的方法 各位你要不由 代表一次 抱冤行 随缘行 无所求行 称法行 再大的痛苦不能够离开佛法 得因果观念 那这样呢 来超越 也不见得说 今天你是 你学佛比较久 为什么他没学佛 要欺负我 那你欠人家债啊 就像我 那天我讲我弟弟的过程 欠我大哥 欠他太太 欠我哥哥 二哥通通欠他 就没欠我 是我欠他 因为我希望他出家 所以 我认为我弟弟应该出家的 因为他的个性适合出家 他很仔细 他禅修能力很强 他脑筋一流 他调音响 摄影都一流 因为这是他的天性 但是他就 他这一次跟我想通了 好吧 可能跟你去不单 因为 因为我跟他讲清楚了 你欠大哥的 你欠二哥的 你欠你太太 人家来跟你要 你不要哦 我说我心里怨了 我已经忧郁症了 对 我说你不恨就没忧郁了 要甘愿 要甘愿 忙了一辈子 就像刚刚那一位 应该出家的爸爸 忙了一辈子 都是别人的 你没有什么好 我已经放够多了 我已经给够多 你还有 还有就不行 你要全部掏光才行 你连口袋一毛钱都不能放 这样 这个就是你要心甘情愿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而生起惭愧心 而来忏悔 哦 我错误了 而且你要观想对方在你面前 打你的 骂你的 伤害你的 都是你过去伤害过他 所以那些人有个女菩萨 被他先生打 被他婆婆打 是吧 我在旁边听 哇 他过去他婆婆是一只牛 他打人家 打打打打 你打人家几遍 现在还没打完 最后把他卖了给杀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债还没还完 所以放生为什么力量很大 我赶快去救 对不对 赶快去救 所以 因为我妈妈喜欢吃蚝啊蚝啊蚝啊 蚝啊针吃鸡啊 所以你皮肤会烂 会有洞 要被挖开 杀鰻鱼 所以你要被泼腹 你要被开刀 所以各位 每个人都有 吃龙虾 吃鱼 喜欢吃鸡脚啊 腿不好啊 喜欢吃猪脚啊 腿也不好啊 喜欢吃龙虾背不好啊 有这个叶 再加上阴 你这个叶就阴 圆呢 你起了欲望 脾气不好 这个圆 所以它就发作了 所以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一直在显现我们的叶 但是叶来自于心态 所以我们的贪嗔吃 傲慢嫉妒 就会让我们的身口 一句造业 那你知道了 就改变 所以我想各位 眼睛痛 我赶快忏悔 鼻子鼻塞 赶快忏悔 然后问问别人 我想不见得说 他一定要出家人 你的缺点 你的儿女也很了解你 对不对 脾气不好 我已经不错了 他女儿就旁边笑 师傅你讲的真对 他已经认为 他已经很好了 我第一次就是 脾气不好 这是做女儿的 不好意思跟你说 对不对 所以修行要 要互相去讲对方 互相帮助对方 所以各位 受罗菩萨基 但是你不要背后 讲人家是非 你要找机会 跟他点一下 有时候老师说 我也知道 要去讲别人缺点 有时候怕对方生气 对不对 因为有些人 你就不能讲 他讲他就乱乱 有些人他很谦虚 要我们赞乐法师 你跟他讲 师傅谢谢 这样就OK了 所以因为比较 比较谦虚的好讲话 后来我已经发觉 有些人可以讲 有些人不能讲 做过我儿子 我可以跟他讲 没做过我儿子 我讲还被他骂 搞不好上辈子 做过我哥哥 我讲他还得了 所以你要看情况 所以当然 现在你修行了 不能就讲 过去是什么了 我众生都是我母亲 打我我骂我 讲我 因为我愿意了 我就是要来修行了 所以我经常背这句话 来死亡前的死亡 我们累劫一直贪嗔 吃一只造业 做皇后还是做皇后 做公主还在做公主 做国王还是做 都还在这种享受 一直禅 你去做就好 自己不做了 那你不能再去想这个了 你现在 我是众生仆人 厕所我来扫 地上我来捡 大便我来清 你要心甘情愿 这个叫修行 而不是说 师父 我地上经念108遍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身心因果去念地上经 你没有惭愧心悲心去念地上经 力量太薄弱了 太薄弱了 事实上你周围的兄弟姐妹夫妻 都是你最亲的 近因缘 最近的 是来讨报的 是来让你偿皇 当然他对你也在某方面是感恩的 但是感恩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想要得到这个福报 就像我师父常常说 出家人收在家人红包 赶快把它用掉 赶快把它用掉 用不够最好 去替众生修福报 那自己不要享受福报 如果你享受福报 还要把自己盖个别墅 那你的福报用完了 用完以后 那你病就会来 障碍就来 所以我们 我们是一定要 修福但不享福 就不断不断的 去偿还业障 来修忍辱 来修悲心 所以我认为各位有家庭 就要变成一个人 变成一个人 像我哥哥二十多年不跟我讲话 那我学佛了 我虽然不了解原因 我就 我就故意对他很好 对他太太儿女都很好 我现在是跟我 我哥哥是我的 天天要打电话 给我 但是 我因为我改变了 没有任何理由的 对他好 这样就好了 没有计较了 因为这个对自己也是 一种 一种供养 对哥哥 因为哥哥 爸爸不在 哥哥就是爸爸 就是这样 所以妈妈不在 哥哥更是妈妈 那在伦理上 就是如此 那后来我知道原因 我就问一下 这个原因也是 也不是光这一次 一定过去还有 过去我把我哥哥的爱人 抢走 让他嫁给他 就是这样 所以他怨我 那个爱人就是我妈妈 所以我哥哥还在爱我妈妈 就是这样 做他的大儿子 大女儿是爸爸最爱的 大儿子的妈妈最爱的 当然这是 不见得是一定如此 但是这里面都有 做儿女那种情 是你没办法去形容的 对不对 没办法去形容的 这种情爱 这种永远的痛 男女之间也是如此 也有她的因因缘缘 这是我们了解了 我们要不能起心动念 这个人 你对他好 他为什么伤害你 是因为你欠他的 你欠他的 当然有些人说 那我就跟他跪 你只是外表跟他跪 心里有没有跟他跪 你心里还在滴滴咕咕 所以你就没有放下 没有放下就造成病 不舒服 睡不着觉 所以各位 你现在如果睡不着觉 精神不好 哪里不舒服 这个就是夜来 那你要从心里面去调 我得癌症 跟我脾气有关系 那就是有关系 所以修行 贪 嗔痴 傲慢 嫉妒 怀疑 种种的各种烦恼 你都要去思维 你要去思维 包括你贪衣服漂亮一点 也不行 贪漂亮一点 我们这次碰到一位施主 家里也是很有钱 穿的衣服都是最贵的 不贵的不穿 不贵的不穿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住缘 他旁边虽然他很有钱 但是帮他的很少 他很多事情要自己去忙 原因呢 因为过去做一个皇后 皇后要用就要用最好了 对不对 皇后就是一直禅 比人家做自己不用做的 所以他这辈子来 还是有那个福报 因为他过去 能够做皇后一定是大布施 那这辈子真的也很会布施 很会布施 但是问题是 就没有人可以帮他忙 很多事情要自己去做 甚至他用的人都会跟他对立 那怎么修行呢 那怎么修行 忘了自己的身份 有钱人的身份 多去老人用孤儿宴 亲自的帮他们煮饭 弄衣服 就是这样 你要把那种 一种过去那种享受 而且你最贵的衣服 最好都送给人家 很贵呢 贵的要送去给人家穿 自己就开始练习 穿便宜的 皇后就开始变 你看他怎么修 这个叫修 不然你怎么修 那你用你的钱 又去布施 然后又来享受这个富贵 那你还是永远很脆弱 那你不去帮别人 只用钱在做事 人家也是跟你用金钱 关系跟你在一起 而不是诚心在帮你做事 所以修行 反其道而行 你要故意的 贪吃的 从今天开始晚上不要吃了 特别胖的 体重超重的 一定有贪 然后就造成血压不好 太重 气概不好 承受不了 你年纪大了 然后就承受不了你的体重 就会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一点困难 像我大哥 我大哥最近蛮相信的 所以他前天心情很好 气色也变很好 他说 我跟你说 我去医院检查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医生说你不用来 他心情有一点好 我说大哥 就是因为 因为你决心不再吃肉了 然后不要再 complain 他经常说 我母亲 你学习 你就不要 你要找外星母 不好意思 我说人家 你 你就 你欠人 坐 你学习 我母亲 你找外星母 所以 那你欠人家的 你就不要再念 对不对 那你就 你就对他好一点 因为婆媳之间 本来 婆媳之间 多大儿子很难处理 对不对 大儿子就跟妈妈又生 又欠太太战 到底他要站哪一边 那你两边都要 两边都要修忍辱 两边都要平等性去对待 这样你心态一平 然后这个念头没有了 那指数就不起来 再加上吃素 再加上你弟弟出家 天天用的替你仿生 做功德 对不对 这是 因为我大哥 一定是我以前的施主 对不对 就像我弟弟 因为我弟弟 跟我是师兄弟 好在我是师兄 还是做我弟弟 对不对 是兄弟 我大哥是功德主 施主 对不对 所以 那我们要感认他 没有施主 你也没有不好修行 所以这些 这些关系 只是我们因缘到了 像我这样讲 我想各位 你就自己去揣摩 你跟你先生太太 这些关系 然后你就 你要用佛法去对待 你不能再讲 世间的道理 我为什么对我这样 他为什么对我那样 你如果去讲世间法 落落世间法 那你就没有修行 修行必须站在佛教的思想 来谈这个事情 那你必须用佛法的正念 保持这种惭愧心 出离心 永恒的 不退转的悲心 只其愿再怎么牺牲 都要去 让对方成佛 所以你必须在他身上 念一下 布施 爱与 力行 同事 你必须去做 像出地菩萨 我看经典 登地菩萨已经很伟大了 他只能做到 布施跟爱与 后面做不到 因为他没有 那个佛的力量 去力行 去承担他的同事 但是讲到布施 各位可能会 有一种布施 不用花钱了 就是爱与 称赞对方 不要再讲你老公 好不好 老公好不好 儿子好不好 媳妇好不好 回去跟他说 跟我说有用 你去跟他说 你要称赞对方 因为你称赞对方 你肾脏就好了 你胃痛就好了 那不很简单吗 你血压就降下来了 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因为你有一个愿 但是你这一辈子 他对你不好 你没想到上辈子 你对人家多不好 就深信这个 所以那你今天 你是佛教徒 那你要去度对方 所以你一定要用嘴巴 去称赞对方 这个就是一种布施 像老板 每一个老板都很苛刻的 对不对 过年到了 这还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薪水就少一点 最好过年前辞职 我就不用发年终奖金 会这个头痛 所以那你就会有 苛刻的心态 那现在你说 哎大包一点 那你那么有钱 房子还放在那边 收房租 人家都还没买房子 就说多给一点 这不会吃亏的 不会吃亏的 所以我想各位 在语言上也不能苛刻 有些人就是 专门记对方的缺点 有一点优点 他也懒得讲 但是缺点 他搞传片全天下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那人又怎么办呢 那这些人就是很苛刻 苛刻脸色就会畅白 就没有福报 没钱 没有助援 所以我想修行是一种习性 要把慈悲变成一种个性 要把一种宽容变成一种个性 习惯 这就是修行 所以因为各位在忏悔 那至少我们要忏悔什么 我们要变成什么 我们在受把玩才戒 以菩提心来受把玩才戒 我们是一个安住一个 敬阿罗汉住 不应该有贪嗔痴的 这些烦恼 而且我们要广修善根 我们要在众生 在各种事情 利用眼睛去修善根 对不对 不然我们叫五蕴魔 那你的身心里面 就会在障碍你 虽然你很会不失钱 但是你嘴巴很苛刻 脾气很不好 个性很急 那这不用钱的修行多好 就像刚刚讲的 二十年的房地产 就送他两个礼物 微笑一下 哈啰哈啰 那就给你了 不太简单了 那是因为累劫来的烦恼 你没有放下 我就是要跟他斗 我就是不高兴 对不对 我看到他我就不爽 他不要出现在我眼前 所以那各位菩萨不行 菩萨是冤情平等 对我不好 我对他好 不然你欠他的 他就要找你要 那你要思维这个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委屈 有时候我跟他讲这个 他就会哭 哇 感苦 那个不是惭愧心 那个是一种 我违困 我们要觉得因为很惭愧 而对方 所以我现在都学会 我就 我知道这个道理 然后我就会跪 我就会 跪在那里面 跟他磕头 对不对 磕头 所以 哎呀我过去对不起我妈妈 我就要把我妈妈的最爱 把她 不让她去爱 妈妈我跟你磕头 所以 然后我跟她忏悔 对不对 母亲为了我们生下 我们那个痛苦 我们也要忏悔 对不对 母亲担心儿女 像我出家 我弟弟就说 妈妈在那里面 你跟我说 不是想不通 你出家 妈妈就怕你拍名 你对孩子就很好 对不对 母亲就怕你拍名 因为我妈妈还是这个心态 那正常 那这是我的错了 因为她母亲担心了 烦恼 那你要去想 对妈妈是错 对我哥哥我也做过错 对我 所以我现在 心态就改变了 就是向对方忏悔 对方 需要我做什么 我就尽全力去做就对了 因为我们在服务 那对父母是如此 对别人都应该如此 别人传给过 师父他盲长眼 我就念 我就一直念 在车上也念 替他施死 替他念 因为反正 这个时候他打电话来 这个一个钟头就是他的 我就替他念 念念回想 给所有一样在痛苦的 但痛苦的因就是 我只贪嗔痴 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如此 因为这是个缘 缘来帮助你 但是你不能说 对妈妈就执着一点 对别人就 念两下就OK 再见 但是对妈妈的执着 也是一种烦恼 放不下 放不下反而没有力量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出家人 各位修空性 修菩提心 要懂得平等 平等 所以你最怨的 应该你要最爱的 你最爱的 你要变得慈悲 不能不执着 不执着的慈悲 你不能说去问 那这就是因果 但是我讲这些 事实上各位 我只是告诉各位 我们因缘到 我们要深信因果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 也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我们不能自身于世外 只是我们对待我们这些周遭因缘关系 你只能站在佛法的尺度 来做事情 千万不要再用世间法的尺度 如果你用世间法的尺度来做事情 就算出家也会堕落世间法 原来我旁边这些法师 女众法师 搞不好是我太太 过去是 搞不好是我妈妈 就会一直在 一直轮回里面 跑不掉 所以不能用世俗的心态 一世俗心态起来 马上申请正念 正念告诉我们要怎么处理 不是我特别关照 不关照 但是虽然我们出家了 出家还是有这些世间姻缘还在 但是只是方外人士 方外是你 你必须脱离世俗法 相对法 你必须绝对站在佛法 佛法无情 但是佛法不是不慈悲 但是不能把无情当作是无情 只是用慈悲平等心去对待 如果这个事情动机是符合佛法的 对大众有帮助 那可以 而不是说 我妈妈往生了 我就不去助念 世间法 不行这么说 我们是对妈妈的方法 对儿女的方法 就是平等对待 所有众生的方法 包括一只猫啊 一只狗啊 你都绝对平等的去对待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有无提